如果秦至深的 留念这个世间明文里呀 执着的秦职放不下 那这都是障碍 有这些架杂 我们念佛的功夫就被破坏了 我们明了就得要真干 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困难 刚才讲疾病 念佛能好 除疾病之外 一切疑难杂症 你烦心的事情来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法 很简单 你暂时把事情放下 你老老实实去念个十分钟佛 念个二十分钟佛 智慧就生了 你就知道解决问题方法 妙不可言 学讲经的同学 在背阔的时候遇到困难了 这段经文不知道怎么讲话好 不要再去想了 越想越麻越麻烦 想不出来的 干脆放下就拜佛去 拜个十分钟二十分钟 突然灵感来了 问题解决了 这我们经验很多 不拜佛念佛也行 念个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这什么 他心定了 定神会 会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方法应用起来非常广泛 一切时一切处 统统可以运用 这么好的方法 这么简单的方法 就是很少人相信 很少人会用 那我们这么多年来养成习惯 天天读书 读书是实在遇到困难 念不懂的时候怎么办 放下来念佛 绕极拳 你再回头来的时候 再看 懂了 问题解决了 这是我们遇到很多 不是一次两次 很多次 有感应 所以这波推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